回東京之前一定要來這個月後湯澤戰 湯澤心裡一直在這邊喝得到的喔 57號超好喝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超好喝 月後湯澤戰必吃這個冰淇淋 看 哇 這個也要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Irene媽叔 結束三天的滑雪課程的 然後在回東京之前 一定要來這個月後湯澤戰 吃一下東西玩一下 這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景點 就算你來月後湯澤不滑雪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邊玩雪 吃這邊的東西 然後大家也知道就是 星系它有好酒好水 所以這邊有非常有的 月光米 午飯就超好吃 然後再來就後面這個 清酒博物館 有沒有看到門口就喝醉的人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去喝它的清酒 它只要500塊 然後就可以喝很多不同清酒 我們換好了它是500塊 會有一個杯子跟五枚代幣 每個酒不一樣 像有可能有個是一枚代幣 有個是兩枚代幣不一定 然後它的杯子超可愛 而且還是冰果的 超貼心 可以看一下人超多的今天 所以先來喝這個 2022年第三名 香蕉不知道是怎樣的感覺 真的很白目 他把我的酒喝光了 還有還有還有啦 氣死我 剛剛喝第三名 它表示是香蕉口味 可是我們這種專業的 可能喝不太出來 喝起來是偏甜的 欸 他說剩一口是一滴吧 其實我很怕清酒 因為我喝起來就是很苦 有點像高粱 可是這邊清酒 很好喝 就是以我很怕酒味的人都覺得 這個非常可以 就是很清爽 然後淡淡的甜 只有一口 現在喝的是2022年排名第一名 這個酒味就比較重一點 但是它整體的肌理來說就是不會很 因為有些酒喝會覺得 紅蓉很燒 對 有些酒喝下去很烈 然後這邊都是很順 就是你就覺得紅蓉不會 非常好喝 所以我想要喝燒酒 然後它這個是兩枚代幣 欸太近了吧 然後這個是兩枚代幣 所以要投兩枚 這不是燒酒騙人 好愛吃喔 屁啦 你聽到講真的 剛剛這個超怪的 它明明就說燒酒 可是我喝的是冰的耶 它這個是燒酒嗎 啊這個我真的不行 但它很喜歡 它說這邊酒非常有層次 尾巴會是響的 喔對對對 它有回甘耶 就是那個苦味過後 好我們喝下一個 我們剛才發現燒酒是要自己燙 所以我們喝錯了超白吃 所以我們決定再給雪滿一次機會 然後它是這樣 自己放下去 套了兩分到三分半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放下去 然後它很貼心旁邊會有計時器 所以我們就等著它推薦了兩分到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喝囉 時間到了 它會不會很羞啊 不會 你又知道又不是你嗎 你拿一拿一拿 蠻燙的啦 掃在那邊 可以啦 掃在雪南 我這樣是不是很好笑 因為它很燙 對啊 你應該 不是很燙啊 喔好啦 好像變好喝了 等一下等一下 因為剛入口很嗆 有高粱的味道 我看還是不行耶 哈哈哈哈 雪南定不行 雪南 傻眼 你賺到 送你 送你喝 OK 那如果想要自己挑選酒的話 這邊也很貼心 你看它這邊有寫 新口度 然後濃純度 跟酒香度 然後跟酒精濃度 所以你也可以透過這些數據 然後來看一看是什麼 然後就投錢 然後它就會降落 然後就可以拿囉 這邊非常貼心 因為它知道喝很多不同的酒 會感到你的味覺 所以這邊準備鹽 讓你的味覺中和一下 然後也有水 鹽有不同 非常多口味 我隨便點一個 隨便 嗯 我會吃 吃鹽會讓清酒更好嗎 屁啦 呃 剛剛喝這個2022年第五名的 超好喝 幾號幾號 57號超好喝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真的喔 就是它尾韻有一種 這種 不知道說什麼耶 就是很像發酵還是什麼的味道 它可以適合 然後外面會把裡面繼續喝 欸 這就是 第一名的味道 最喜歡的 來了送我爸的 都可以 我媽前還要問他 喜歡喝清酒 他說都可以啊 酒都可以 我跟你說 會有一個人 我來想衝て 摸 一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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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排隊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很厲害 重點是我想試他們的生雞蛋拌飯 因為我沒吃過生雞蛋拌飯 然後加上星系這邊 他們的月光超級有名 因為這邊就是好水跟好酒 這個星系米看起來超厲害的 然後這好像就直接打下去 哇 成功了 成功了 啊 失敗 我直接淋醬油嗎 淋 先吃一口原味的飯 它好像比較飽滿 就比較膨一點 比較飽滿 好了嗎 好了 就開始囉 它變得超級的滑順 有點像是吸了很多湯汁的粥 可是它又沒有那麼的勾 它的醬油也感覺有特別的調味 然後就整個沒有蒸蛋的口腥味 我覺得來月後湯汁的車站 所以不要點這個生雞蛋飯 然後再來我們點一個限量的飯 它說一天只限量20分 但我們三點來怎麼還有 它是騙人 根本不是限量 然後它有一個中間有一個溫泉蛋 裡面有一層蛋 然後中間不知道是什麼肉 雞肉末 它點這道要馬上攪拌 因為它現在蛋黃已經凝固了 所以沒有像我那個飯狗狗的感覺 超好吃 這間超好吃 我等一下出去拍夜明給你們看 好 這是我的天啊 325元 就是這間我們才花370元超便宜 分享給你們 賬人 搜尋 看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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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吃這邊 月後湯的生餐必吃的這個冰淇淋 然後它是有加這個名字 它好像是叫花嗎 米花 米花不是吧 它是一個字 我記得是花 加了這個特殊的 然後做成的乾酒冰淇淋 我兩位跟抹茶都很 饕人氣一定要點 我點的是抹茶 酷耶 天天鮮鮮的 天天鮮鮮的 嗯 而且被騙了 它是抹茶粉 不會是這個抹茶 它抹茶是抹茶粉 可是你這樣挖下去 甜甜鹹鹹的感覺 它有點像是海苔 可是單吃這個冰淇淋 就沒有那個鹹鹹味道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特別可以試的 各位我要說對不起 因為它下面其實是抹茶啦 給我看一下 它下面是抹茶 上面是冰淇淋 它抹茶是苦的耶 要你攪在一起喝吧 不是喔 對啊 或者是配在一起喝啊 就是有點像是抹茶拿鐵 我們要去拿我們剛剛買的爆蛋飯糰 然後趕快趕新幹線上車 沒有 還是趕車了 就這樣 趕快趕快 我們站在大公站中有位置了 然後現在來開一張這個爆蛋飯糰給你們吃 然後我們以為這個就是給你們看一下打 我原本以為這個就是爆蛋飯糰 然後沒有 它有一個更大的 還有一個是這樣 2500 這樣那麼大 比我臉還大 然後原本這個是2500 我們兩個人很想說心裡很買下去了 400-500塊台幣 結果發現大家都是買這個 因為那個真的太大 那個應該要5個人來吃 然後你看這個就已經也很大了 然後它可以選口味 然後我們選了兩種 我們選了一個什麼 我嚼 嚼煮 嚼煮豚肉 然後跟一個乾梅 也是一樣用心繫 非常有我們的月光魚 人家也好吃耶 很像那種壽司米超QQ的 裡面是嚼煮豚肉 然後就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那種滷肉燉肉 裡面還有加酸梅 因為我日本很常就是有那種酸梅的飯糰 可是我都沒吃過 有沒有看到酸梅 真的是梅子 我們這樣點一個好像是870RB 它會看你選的料 基本的料 兩個是700 但如果你選一些特別的肉 像是酸梅的話 這邊就會夾夾變870 謝謝它的獎金 因為太多了記不起來 我會幫它上枝木 最後我覺得月後上枝車站 真的是一個非常適合旅遊的地方 就是它有吃 然後也有玩 像在清酒補館 然後另外它裡面還可以泡溫泉 車站裡面就可以泡溫泉 我非常 沒有很多伴手你可以買 然後最後如果你想買那個米 很有名的米回去的話 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台灣的話 我不確定台灣還是日本 反正買一米只能買一公斤 這裡面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啦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留言 還有分享給你 即將要來月後湯子的朋友 那我們要趕快來收拾心理 因為下一站要下車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今天要來挑戰 不買寬數通關 看我們可以玩多少遊樂設施 晚上凡任天堂美到瘋掉 我們現在晚上回來要收集鑰匙 然後要三把新鑰匙 才可以去玩剛剛那隱藏版的小遊戲 在這裡 I want this all to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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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